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许内勒贝格庄园与瓦杜持聚合并成立一个独立的小型大公国 国土总面积160.5平方公里 全国总营口共约3.8万 这个国家有什么冷知识呢 现在去看看 一 世界那么大 一个国家是内陆国 其所有邻国也是内陆国的几率非常小 列治顿市等就是其中一个 两个邻国 瑞士和奥地利都是内陆国 二 列治顿市等非常小 中国上海的面积的3%读不到 就这么小的地方还三分之二十三的 三 看地图以为很大 其实都是一个个小村庄 四 有票是列治顿市等的宝贝 相关产业占据财政收入的10%左右 一印之精美 图案清晰 用设斜条组成 无 该国非常放心地 把自己的果房 关税和对外事务委托给瑞士代理 有啥不放心地呢 关小编 小编也很放心 六 列治顿市等 没有自己的签证 要到该国旅游 只要有瑞士生根钱 或其他生根区国家的签证 均可 七 这里的银 一般早上很讲究 欧洲时装是他们的最爱 不会特别随意 懒散不休蝙蝠 在这里开车速度 一定要把控好 很容易开过处境 九 列治顿市等的果明 来自于奥地利的列治顿市登大公 在其国家形成以前 就已经有多位列治顿市登大公 十 果儿虽小 体育方面也并没有荒废 奥运会是基本都会参加 最好成绩是1980年冬奥 获得两块金牌 位居第六 利亚意大利 挪威 瑞士这些国家 是以义务教育制 但只有一所公立大学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高中毕业后 去其他国家上大学 十二 政府机构极为精简 包括首相 副首相 一共才五个人 通常都是身间素质 比如政府委员 肩外交 文化和教育部长 你再看看东方扛麦郎 出个门 老百姓家要停火三天 公司要放假三天 武警 保安封锁所有道路 主机少 伏机在附近 吊打劣子盾市登的国家首相 不得不说扛麦郎宇宙第一 十三 关于这个国家出租计划还真是 每天四十万的价格 就可以租下此果 得到一把国家钥匙 当一回国王 但也不用教训 这个说到底 就是一个广告学头 本质上就是让你过去旅游住几天吗 听起来 更朴豪一点 像真性的头衔 也不是真的有权哈 十四 这个国家没有军队 只有一百多人的自安警察 十五 也是打过仗的 只是闹了笑话而已 在奥地利与意大利的战争中 列治敦士登 以盟友的身份 派出巴斯银参战 给奥地利撑场面 搞笑的是 战争开打后 他们居然就开逃 关键还逃回来了巴斯银银 其中还夹带了一个反义 十六 目前列治敦士登 自称是永久中立国 国际上并没有正式承认 个人觉得列治敦士登 大可不必纠结于此 因为自己已经被两个永久中立国包围 这大概又是一个记录 所有林国都是永久中立国 国际上承认的七个永久中立国 瑞士 奥地利 瑞典 芬兰 爱尔兰 哥斯达里加 土库曼斯坦 对于这个国家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只是分享 既要有趣 也要有用 感谢大家来到地理娱乐局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 每天为大家带来世界地理 既好玩 又有用的全球地理姿势 最后 祝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再见